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啊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个FC平台双金龙一带的格斗模式啊 那之前大叔给大家通关过啊 这个剧情模式通关过 那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格斗模式 格斗模式呢非常的有意思 那在阶级版的双金龙一带里呢 最后打完最终BOSS之后啊 这个这哥俩啊要进行PK啊 那应该是受到那个的启发吧 那所以呢在FC版本的双金龙一带里 做了这样的一个格斗模式 格斗模式呢有六个人啊六个角色 但是呢嗯格斗的时候 你们两个只能选同样的角色进行战斗啊 不能选不一样的角色 那这个格斗模式啊 其实啊有有跑动 有跳 啊还有这种连续攻击 那其实啊如果你想赢啊 用的还是轻版游戏轻版动作游戏的一个基本原理啊 就是篡线 如果你想赢啊就要不断的篡线 这个打NPC的时候游戏明显 如果你在跟小伙伴你们两个PK的时候 那就要斗智斗勇了啊 哎还有两滴血啊 啊我都跑出屏幕了 哎呀哎呀哎呀我为什么不联系出血 啊篡线篡线啊继续篡线 不要浪了 好没血了还能坚持两两下啊 好那给大家演示一下别人啊 呃别人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这两位啊这两位呢 你你玩的时候啊 他们是带有这个武器的 像威尔这个是带了一个飞刀 但是如果你跟NPC玩了 跟CPU打的话呢 是没有飞刀的 你只有跟你那个2P 你们两个的的时候玩呢 才有这个飞刀 飞刀近身攻击啊 就是这样有近身攻击啊 这个道具捡起来是近身攻击 离远了的话呢 你A和B一起按啊 可以放出去啊 可以放出去 攻击力非常的高 这样当你和小伙伴玩的时候呢 这个争夺这个道具啊 争夺道具呢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如果你想赢的话 啊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双截棍 快是 哎是双截棍还是三截棍啊 那我看一下忘了 啊 双截棍 双截棍呢 啊 这是普通的双截棍 它是先放出去 然后转一圈再回来 但是呢 如果你A和B一起按的话 它就很快的抽一下 就拿回来了 这个区别啊 区别啊 区别比较细微啊 比较细微 但是呢 还是挨个B一起按比较快 因为你收的很快 这样你跟朋友玩的时候呢 它很难进行反击 就堵在角落 一匹和二匹进行这个互相打的时候啊 你们的血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跟NPC玩的话 NPC的血是大于你的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啊 大胖子 大胖子呢 有一个独门绝技啊 就是憋气 就是憋气啊 A和B一起按住了 它就不动了啊 怎么打都不动 啊 就像 撇步山啊 但是呢 那一旦你这个A和B松开啊 之前你受到的所有攻击啊 都会显示出来 直接就倒了啊 看不看起来 那利用它这个憋气之后 可以快速出拳呢 咱们可以这个 啊 咱们可以快速的这样 啊 先篡线踢它吧 啊 因为胖子不能跳啊 所以那个 前前前AB的话 是用肩码撞 啊这招很霸道啊 非常的霸道 哇 哎呀 他有6滴血啊 我还是3滴血 啊 5滴 哎呀 我的天 拍我啊 啊 他有4滴 我有2滴 那我能不能打过他 哎 我也拍了他一下 啊 好长看起来 哇 哇 我生1滴血了 我不能倒地啊 我不能倒地 我倒地就贵了 哦 这一套打得不错 哎 他也生1滴血了 好好 现在我占据优势啊 吃我一剑吧 哎呀 哎呀 我要跪 我要跪 不好不好不好 哈哈 他挂了啊 他挂了 啊 那这些人物里呢 最难用的应该就是 我看看啊 这家伙啊 这家伙非常难用 就是全个脚的速度都非常慢 这个女的呢 啊 他的拳的最后的终结戒啊 非常特别 是一个 是一个嘴巴啊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嘴巴 哇 其实你看啊 如果两个人啊 一匹和二匹玩的话呢 这个血量啊 其实非常的不抗打啊 非常的不抗打 啊 这个脚啊 睡觉特别难看 啊 那好吧 那这个FC平台双阶龙一代的格斗版本呢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他和阶级版的那个完全就是 两回事啊 因为 在阶级平台呢 官方也出了一款格斗游戏啊 那个游戏还是不错的 当年基本上一个有规模的这个阶级亭呢 都会有 那也有很多高手啊 啊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那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